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欲敏踢爆》 今天是2019年3月6日 今天在北京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亦身兼中共中央 一个港澳工作小组的组长 韩正 这是用政治局常委的身份 担任这个小组的组长 即是主管港澳事务 按照过去的惯例 中共的高层 都会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 去一个一个代表团 去做座谈会 大家聊聊天 韩正因为她是主管港澳事务 于是去港区全国人大的代表团 去训话 讲一下中央对香港如何支持 或者驱行一下现在香港的形势 希望这些港区人大 发挥他们的力量 保持香港的安定繁荣 要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讲一下这些东西 大家要臣服于习大大一人之下 看政府的文告也好 或者习大大 对香港的政策也好 大家都很清楚 特别强调这个国家安全 在讲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同时 就特别强调这个国家安全 韩正在建这些所谓港区全国人大 讲什么呢 我们要靠这些所谓的全星统 就是有份在那个座谈会 有份出席的这些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包括那个团长 黄玉山 包括田北辰 这些人 走出来打咪的时候 就跟那些记者说 那这些我们就叫他做全星统 过去大家 都可能有印象 譚慧珠 范徐丽泰 他们做全国人大的时候 他们就经常做全星统 现在就换了这些 这个所谓的学者 黄玉山 他就做代表团团长 又是人大代表 接着田北辰 很奇怪 田北辰就被人摔柴 正业刀 田北辰就继续了全国人大代表 那你就知道 两兄弟 真的有点不同 说就说 一个 一个 就 敢说话 另外一个 二少 他也很敢说话 不过是针对香港政府 对北京 他是不敢说话的 韩正在座谈会里面 就说什么呢 田北辰 就做全星统的引述 就说韩正提到 在过去四年 香港仍然是全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 亦都是最积极参与大湾区 那就是说 其他那些澳门 深圳 广州 就没有香港那么积极参与大湾区 是不是这样 那会不会 当你去到澳门的人大代表团的时候 澳门最积极参与大湾区 见人讲人话 见鬼讲鬼话 不知道 他就提到 香港最积极参与大湾区 还有特别提到一点 很有趣的 政治生态 过去一年 显著改善 爱国爱港力量 发挥作用 我在这里拼头 第一 什么叫政治生态 是不是 好了 香港的政治生态是什么 很清楚的 是不是 那个生态就是它存在的那个 就是那个形势 或者那个态势 但是它会有发展的 又可能会有倒退的 那我叫做政治生态 政治生态本身 就是 譬如你可以说经济有改善 人民生活有改善 政治生态有改善 是指什么 在共产党的立场来说 就是没有反对派 没有不同意见 个个拥护这个 就是中央 是吧 爱国爱港 是吧 那就叫做政治生态 就是好的政治生态 是吧 那些反对派没有定期 是吧 所有那些主张 本土主义那些人 全部拉去坐牢 那就改善了政治生态 他的改善政治生态的意思 说过去一年 政治生态得到改善 就是爱国爱港 发挥力量 不是啊 就是发挥作用 爱国爱港力量 不是啊 爱国爱港力量 他发挥到什么作用 最大的作用 就是一个特首 叫做七婆 是吧 喂 他就是皇帝不急 急死太监 手起刀落 又用这个所谓社团条例 取代这个香港民族党 又不让这个外国记者 俱乐部 就是我们叫他外国记者俱乐部 原本是 外国记者会的副主席 延长他的工作签证 甚至来香港旅游 都不准他入境 是吧 所有这些所谓 现在引起 比如说 英美 这些所谓外国势力 说三道四 最近就大家 集中火力 这些爱国爱港力量 发挥作用 就是集中火力 去对这个 就是 美国驻港总领事 有个差用吗 你都快回去美国 跟着在美国搞你 是吧 爱国爱港力量 发挥什么作用 发挥破坏一国两制 高度自治的作用 令到香港的政治生态 不能改善 在我们的立场来说 政治生态 得到改善是什么呢 喂 就是民主有进一步发展 言论自由没有受到限制 是吧 你不是啊 在你 林郑月娥任内 你DQ 议员 DQ 虽然在前朝做下来的 那你就加倍 加倍去做 是吧 梁振英的 时代 是吧 他有去 就是入稳法院 去DQ 就是因为宣誓问题 就是 民选立法会议员 法院批准了 因为人大释法 是吧 到你 林郑月娥 就是就任特首之后 你就一样手起刀了 就是DQ 就是 那个 参选的人的资格 是吧 更凌厉的是 你用一条社团条例 将香港民族党 列为这个所谓非法社团 是吧 接着呢 去发挥寒蟬效应 下一步会不会对付学生动员 是吧 或者那些主张香港独立的 那些学生组织呢 大家就不妨拭目以待 林郑月娥得到习近平 或者共产党这一班 所谓头头的欣赏的原因 就是说 他取缔这个民族党 这个列为他最大的政绩 大佬公开讲 所以中央给个公衔你 林郑月娥 是吧 就是这样的 原来政治生态改变 改变 就是因为打压这些政治自由 然后就改善政治生态 是吧 所以世界上呢 是非曲直黑白呢 可以颠倒过来的 喂 我们是用常识 什么叫做政治自由 有个常识的标准 是吧 政治生态怎么为之 就是大家都觉得是好的 又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但是共产党的标准 共产党奴才的标准 和我们的标准 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那个是常识 是吧 甚至乎可以说是真理 我们的标准 因为不是我们自己定的 这是放诸于四海 而皆是准的标准 是吧 但是你共产党 林郑月娥 那个所谓 政治生态 得到改善的标准 跟我们是刚刚相反 是吧 所以在这个座谈会里面 是吧 那个 港区人大代表团的發言人 黃玉山就说 韩正要求港区人大要 要起四个带头作用 要求港区人大带头树立憲法 和基本法的权益 是吧 提到早前向特首法攻陷 强调中央支持香港特区 依法取缔香港民族党 强调中央对港独零容忍 要求港区人大 要立场决定其次 先明反对港独 这些不是废话来的 这些人大代表 本来就是共产党厕所里面的花瓶 是吧 奴才的奴才 你用什么三零五身 叫他要对港独零容忍 是吧 他们这班人是太监来的 皇帝不急 他都会急的 是吧 请问这些是废话 最好笑的就是说 要求港区人大促进 香港爱国爱港大团结 特别是团结年轻人 他们有什么能力 去团结年轻人 请问 要增强那些年轻人 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 和培育爱国心 这些是废话来的 真的 香港的年轻人 对国家和民族 没有认同感 没有爱国心 这个是正常的 是吧 理由很简单 撇开他们自己 就是说 有那个既定立场 不说 你共产党和这个特区政府 过去在香港这些所作所为 你是怎么可以培育到 这些年轻人 有爱国心 对吧 答案是很清楚的 韩正 认为过去一年 香港的政治生态 得到改善 是因为爱国爱港力量 发挥作用 这句不单止是废话 这句说话是鬼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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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